雲之家下集 这一集呢 染墨跟彩色完成 这一幅画表现 这个深山里面的住家 在云端的上面 山中和所有领上白云多 这个诗记呢 说明了山在一个高度上 就可以观赏到云雾的变化 云之家呢 就表现这个住家 在云端上 每天开门 就可以见到云雾 欣赏到云雾 这是笔墨完成的阶段 笔墨完成揽墨完才可以上色 现在就准备来揽墨 那这个都是在笔墨完成干了之后 才可以做的步骤 这个步骤染墨完了之后 干了以后才可以彩色 草木树丛的地方 用干擦处理 首先染墨的时候 都染最暗的地方 由于生仙子的特性 无法这个图图改改 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个 先从暗的地方开始染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暗山时的时候要按照山的纹理 春叉的这个笔墨的方向 这样才能够染墨跟春叉的笔墨线条结合 染墨最主要就是表现出明暗、立体感 还有做出远近的层次与空间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草木树丛 一定要流出亮的地方 流白的地方就是染色的时候 能够凸显出草木树丛的色调出来 染墨是收拾的工夫 要把这些笔墨线条统合在画面 草木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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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词画也能够凸显出草木树丛 以下的词画也能够凸显出草木树丛 这个词画也能够凸显出草木树丛 屋瓦的地方也要擦藍 屋檐的地方藍一點墓 讓屋檐跟牆壁之間更有立體感 原始量的地方也要分明暗 只不過它的明暗比較不會那麼深 量中也有明暗 就像暗中也有明暗一樣 畫生仙子用筆都是要簡潔有力肯定不遲疑 按摩 鋪 鋪 鋪 这个松树的松针 比较密的地方也要染淡漠 密的地方呢 它就不会那么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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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染色上我提出一个新的观念 古人常讲要以墨当色 我提出要以色当墨 事实上黑色是颜色的一种 颜色也可以像墨色一样的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跟墨色的笔法线条更加的贴切融合 而且呢 而且画面会更协 这一条 摺石都染在比较阴暗的地方 就是墨色比较多的地方 摺石就染多一点 亮的地方就染少一点 最亮的地方我们就是流出白色的纸出来 白色呢也是颜色的一种 是墨色的地方的一种 台阶也用指示线染 我们再把蓝的浙石色吹干 这个都在施染前 就是先让它站住这个位置 让颜色卡位 然后人路也是要先染好 点井房子都是要先染 等这个干了以后 我们就要整张的施染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做湿蓝 同样的紫石色也是鲜蓝 再来蓝有些岩壁 岩壁上有些有绿色的植被 我们就带一点绿色调 把它蓝下来 绿色的植被包括胎草等 身上云雾多湿气重 因此原始的表面 也就容易着生拍草类 我来说这个爱情 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带来 诱分为各自义的灭无余 也在做一個色調的統合 就是統一色調 然後就是看哪裡顏色不夠的 我們再加強 再來用淡淡的花青 再補更遠的圓山 往左邊就慢慢淡掉 那這個濕染乾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激色 激色就是加強整理色彩 激色不僅讓顏色層層堆砌在畫面 分出立體感 增加它的魂厚感 還有是讓色調更增加的變化 阿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色层层的堆砌 让色彩产生无穷的变化 王子的瓦片也是一样用紫石再分出这个层次出来 人物也是一样 再把这个颜色加深 再把这个颜色加深 然后这是完成的画面 表现出云之家在身上的住家 周围白云环绕 周围白云环绕